各位投資朋友們好 我是路易斯 歡迎收看今天的盤後營營 那昨天小路因為比較忙碌的關係 所以沒有錄製盤後營營 那今天趕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這個盤市的一個觀點 跟我的一些想法 大半指數今天上衝下襲 中場是上漲了63點 那一樣成交量的部分只有2959億 並沒有說3500億以上這種攻擊量能 所以其實盤市你會發現 溫吞的這地方就這樣子晃來晃去對不對 大部分的股票沒辦法全部一起往上推 因為量能就不夠 沒有成交量 畢竟就只能這樣子甩來甩去 那為什麼會沒有成交量 大家要去思考 為什麼沒有成交量 其實跟近期的一個融資在大幅度的增加 有一定的關係 再加上你看到今天外資 你看到今天投信的買賣盤 你會發現 外資投信盤後的買賣超數據 怎麼他們都小買小賣 都沒有積極要推的意思 對啊 因為沒有量 大盤只有2900多億 很明顯 他們就沒有要推 沒有要推的話 不過盤面上還是有在做什麼 板塊上的移動 板塊的輪動是OK的 像今天來看的話 579加上漲 420加下跌 OK 這架構是多頭 那今天在漲什麼 漲一些之前比較沒有漲大的貿易百貨 觀光之前因為疫情開始趨緩了 疫苗開始在打了 觀光開始冒出頭來對不對 還有銀件的部分 汽車概念股 電子零五件 水泥橡膠 零星的在做些點火 那反倒比較弱勢的就是最近比較強的什麼 塑化 鋼鐵 造紙 還有玻璃陶瓷的部分 所以小路之前有一個影音跟大家談到 傳產的部分不是不好 各位他真的不是不好 景氣在循環的過程當中 這種傳產股票業績一定會拉起來 但是他們就缺乏了一個想像空間 這是我要跟大家談到他們沒有那個想像空間 所以小路自己的部分傳產 我比較沒有才去做一個琢磨 那當然我們昨天 我昨天小路帶我們的學員們 去小卡位的一檔 小卡位的一檔 算是傳產的個股吧 他今年的EPS很好 今天EPS很好 等一下再跟各位去談 我們現在把盤看完 那所以我就跟大家講什麼 塑化 橡膠 鋼鐵 造紙 這類型的這種傳產個股 我都不建議大家過度用追的方式去買 為什麼 因為追價 尤其這種短線漲幅以大 你去追 危險 危險 所以我才跟大家報告的是 你不妨去思考什麼 資金還沒有全面的回流什麼 正規矩 所謂的電子半油鐵部分 不過IC設計已經開始有一點 轉強的訊號出來 接下來你就要看資金能不能是電子的部分 光電的部分在做輪動 盤就會更穩健的往上推 那小路跟大家報告的是我們手中的持股 大部分都是屬於電子的部分 跟光電的部分 所以近期有沒有漲 各位 小路在這邊很老實的跟大家講 沒有漲 就是沒有漲 沒有漲 我倒不怎麼擔心 因為我知道公司有什麼樣的價值 以及他今年的業績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我是不擔心 我是不擔心 只是在資金輪動之際 才會有機會輪到他們上漲 這是我認為我目前的一個觀點 所以近期來講的話 我們沒有做太積極的績效 也沒有做太積極的一個動作 原因就是我要等資金回流正規均 那還是我們比較喜歡操作的一個主戰場 好 來 那趕快來看技術分析的部分 各位盤 你有沒有發現 慢慢洗慢慢洗 來到這個地方又要來到前高了 今天16313對不對 歷史新高是什麼 16579 16579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小路 台地電怎麼還在這邊 各位 台地電怎麼還在這邊 聯電 聯發科 聯發科今天有比較轉長一點 我今天有暫回說 我打入MA之上 他相對強一點了 OK 鴻海也比較強一點 紅準 盤整 那你有沒有發現 奇怪 小路 電子股的部分 或者是這種比較大型的 這種科技全職 真的都沒什麼動 對啊 這個正規均沒有動 你說這個盤 要整體往上推 往上帶來去 我認為也是有一定難度的 接下來還是要看誰 看台積電 台積電 之前跟大家報告 584到6679 這地方做區間震盪 如果這裡是相對低檔附近的位置的話 後面上方是不是有一定的空間 挑戰到前高 這個歷史新高的位置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的是 這樣的個股 這樣的個股 短線或許沒動 或許沒動 但是 但是 該他動的時候 他還是會動 所以有些時候真的是這樣子 操作上面要有一點點的耐心 真的是要有一點耐心 因為你是在做投資 你在投資 所以你要有一點時間 讓他去做發酵 讓他發酵 像有些個股 小路也是看得非常好 就是不動 不動 不動 也只能讓他不動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 看好什麼 正規君的回容 正規君只要回來 有漲價題材的 有缺貨題材的 後續市場會還他一個公道 這是我對於大盤的見解 回到家權來看 家權慢慢的往上推 由金融所帶動的這一波漲勢 電子並沒有全面線轉強 半導體也沒有全面線轉強 接下來你就要等什麼 等資金會輪動 行情慢慢往上推 總部一直只拉一個族群 那個盤也撐不久 對吧 所以資金要是輪動電子半導體的時候 就是我們發動 我們發工的這個主要戰場了 那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高檔震盪震盪偏多格局會是持續的 所以盤我並不認為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來看一下家權的部分好了 我家權的這個半導體指數 TS32 這個地方各位還在盤 不過來到這種位置 糾結 均線我們開始糾結 糾結知道幹嘛 要發散 我要發散 所以半導體我認為機會又要來了 半導體隨時又有機會在路轉強 還有什麼 我說過 像是在光電族群的部分 你也可以好好來做留意 小路打一下光電 家權的光電 TS134也是一樣在盤整 盤整 洗來洗去 不過整體的趨勢還是多頭 還是多頭 所以我倒是認為這類型的一個個股 洗洗陣營 應該都還有機會 而且別忘了 不管怎麼說 科技股的股票 還是世界的主流 成長都能最足的 也還是科技股 這是大家不可否認的 一個世界趨勢 科技依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所以我才提醒大家 這類型的個股 或許短線上 因為正當整理 沒有量能 不過後續資金輪動之際 這類型的個股 總會輪到他 你不要到時候 我再去積極的 趕快去往上衝去追 那風險就會比較大一些些 OK 這是我的觀點 那就給大家做參考了 盤沒有問題 貴買部分 今天一樣上衝下起 中場上漲0.78個百分點 成長有放大來到821億 所以中央型的股票 今天來說是比較強的 580加上漲 344加 347加跌停 下跌 不好意思下跌 基本上這個盤 偏多嘛 架構單是偏多 今天再漲個就是OTC 這種中小型股票的光電 網通 或者是觀光的部分 半導體電子的部分 也有一趴的漲幅 那其他來看的話 鋼鐵的部分 相對弱勢 航運相對弱勢 生技 銀件相對弱勢 在盤整 不過也是一樣 這量能有慢慢帶上來 OTC有開始量滾 量要往上攻的狀況 有沒有量能開始入穴 叫做增溫 以即將來到前高 前高後悔過 小路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前高後悔過 不過來到前高附近 這個位置 你要稍微保守一點點 尤其是中小型的股票 你看你一定要稍微留意一點 不要太過激進的去做操作 因為已經來到前高附近了 已經來到前高附近了 這時候你反而可以幹嘛 如果你手中有中小的 你不如出一下中小型的股票 你看一下大型的指數 有沒有就往上推 我認為這是比較OK的啦 好那基本上就是高檔震盪盤 震盪偏多盤 洗來洗去 看能不能機會過高 沒有機會過高 又要回到盤整 那資金會幹嘛 從中小型轉到什麼 轉到中型大型的股票 就股票比較大的股票上面 就回到上市的股票上面去洗 所以我倒是認為 這地方來到前高附近 我會認為 我會認為中小型股票 你可能可以先走一趟 把資金轉到什麼 落後補漲的加暗指數 我認為這是比較OK 我比較OK的 好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來看看這個籌碼分析的部分 外資間小賣了11.6億 11.6億 OK 好 我把投信的買賣超級 叫進來讓大家去看一下 你會發現小路真的 怎麼他們都不怎麼動 好 等小路一下調整一下投信 好 各位看投信的買賣超 今天買幾億 5億而已 5.9億 投信買不多 投信買不 不過投信不離不棄的 小買了一大堆 卡在這個位置 那我之前跟大家報告說一張圖表 嘛 我說什麼 來 這是昨天的資訊 小路還沒有更新 不過一樣今天先帶大家來看 好沒有關係我們 等一下看我們時間 帶大家來看好了 我跟大家講結論 投信最近10天裡面 最近10個交易日 你知道買超第一名的金額是誰嗎 台積電 各位 沒有沒有錯 就是那個沒有漲的台積電 投信是壓了最多錢在台積電身上 代表什麼 代表資金之後就會輪動回來 不然投信在買什麼 不然投信在買什麼 資金就會輪動回來 輪動回來之際 我希望大家 我希望大家這個地方 真的不要去太過的激進的追價 你有一點耐心 慢慢的逢低布局等它漲上來 我認為啦 會比較安全一些 你也比較抱著心安理得 OK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有基本面貨利能力的個股 你也是抱著會比較有 有把握一些嘛 你也比較有一點心理的底氣在 投信在你買了一頭拉庫 可是外資今天呢 小麥11.6億 投信只買了5.93億 兩大法輪加起來 兩大法輪加起來 小麥而已 小麥個位數億 代表什麼 沒有人要推啊 各位沒有人要推啊 那期貨的部分呢 未平常的部分 他開始做一個大幅度回補 那為什麼 因為明天要結算啦 明天要結算 他這地方趕快秤什麼 好了 趕快補一補了 外資要補一補 轉倉了嘛 轉下個月的倉位 明天的盤後數據出來 這個開倉位就非常重要 看他到底是要做大幅度的加倉 還是他要去減碼他的一個空單 就會是後續指數有沒有機會 挑戰歷史新高的一個關鍵重點 再者融資的部分 各位這融資永遠都不退哦 這融資就是散戶的籌碼 散戶籌碼最近增加幅度是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代表什麼 大家都搶進來做 大家都搶進來買 你是阻力你想拉嗎 各位你拉給散戶賺哦 不會吧 這也印證了 為什麼最近成交越來越小 為什麼阻力反而都不太願意動 因為融資增加這麼多啊 融資散戶全都在場上 他怎麼動 所以我認為啦 指數或許就是高檔震盪吧 指數或許是高檔震盪 但資金會做輪動 資金會做輪動 你的手動個股 如果最近沒有漲的話 就像小鹿 小鹿最近的股票 最近都沒有動 怎麼辦 不擔心啊 你知道公司在幹什麼就行 你知道公司今年有多少獲利 你知道這個產業前景 到底是好還不好 你就不會太過擔心 OK 好 這是我的一個結論 所以籌碼部分呢 現貨的小條街 期貨的部分去補一個空單 所以算是一個震盪的籌碼形態 普通ratio來到1.24 算是一個中性偏多來做看待就可以了 那投信的買盤 非常非常的穩健 所以接下來資金還是有機會轉推 我們的上市指數 中型大型的股票 還是有波動的機會 所以我們目前來看 還是依舊看好 手中持股的一個後續表現了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小鹿帶來看一下這個 有在持續留意 我們盤後影音的投資朋友們 你應該知道 我很看好面板跟低潤對不對 小鹿不是亂講 不是亂喊的 各位 你看一下這低潤的低潤的價格指數 一直往上飆 各位 你要仔細看清楚 這個低潤指數的報價 斜率是非常非常抖 一路往上飆 所以所有低潤股票 你一定要留意 你一定要留意 短線或許沒漲 你去看低潤股票 我之前跟大家一直講什麼股票 滑邦 望虹 對不對 還有風車部分都沒什麼動 可是你別忘了 他真的在漲價 他真的在漲價 等待後續資金回流的時候 就會衝上去 就會衝上去 所以你現階段 你要逢低去布局 還是你要衝上去去追 那就看各位了 就看各位了 我在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 面板在漲價 你一定要留意面板 低潤在漲價 我秀給大家看了 這走勢斜率 所以大家應該也是看了一清二楚 非常非常的強勁 所以這倍型的股票 低潤的報告一直在漲 你覺得他們會不會漲 會 各位 他們只是現在還沒動而已 後面會漲 後面會漲 我的觀點 我的觀點 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低潤族群 你還是要好好來做留意 那我們來帶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這一跟大家一直盯的 這些產業的部分 好 我跟大家一樣 先來看看面板的部分 好不好 來面板 我們先來看 群創 群創 哎 法人在高檔有做一些小度的調節 不過量其實並不大 量其實並不大 那在幹嘛 盤整啊 各位 均線糾結後盤整等什麼 量人也說囉 今天成這樣只有11萬張 昨天16萬 今天11萬 代表什麼籌碼 非常非常的沉澱 要賣的也都賣完了 那接下來幹嘛 均線糾結之後就要等待發散 我一直跟大家報告 群創今年可以賺4塊到5塊錢 4塊到5塊錢 你自己除除看 16塊7股價 到底是便宜還是貴 2409有答 一模一樣的概念 均線糾結在一起 萬一自己在做一些小幅度的調節 不過前面買了一頭拉褲 他這地方只是做小麥而已 其實並沒有太大幅度的做調節 所以這地方他基本上 前面這還持有幾十萬張的這個持股 量縮震盪整理之後要幹嘛 等一根藏紅表態 等一根藏紅表態 就要衝上去 一樣 今年賺4塊到5塊 同利可證 6116的彩晶 各位 彩晶今年可以賺2塊6 他做的是中短金尺寸的面板 2塊6 12塊7的股價 你看看 現在這個地方 到底是貴還是便宜 基本上 我認為 我認為 他目前在走相形區間震盪整理 我認為這錢高會過 因為反而看了TP在16塊 你打個折扣16塊 你打個折扣14、15塊一定會到 如果 如果真的是他拉到16的話 14、15他就要先到 以今年的獲利來看的話 各位今年的獲利數字很好 你看他2月營收 YOY是100多% 我130幾吧 我印象都沒錯的話 那這類股票 資金沒有回流 今天外資買2700多張 不過洗一洗震盪要幹嘛 要拉 要拉 所以我認為最慘都有區間震盪盤 但我認為會過高 所以面板的部分 不論群創不論有達 短線沒漲 我必須跟大家報告 這真沒漲 沒漲沒關係 你知道今年他在幹嘛就行了 所以我到這種洗一洗這一陣 後續有可能拉上去 後續有可能拉上去 這是我第一個 一樣持續幫大家追蹤 這個面板的族群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帶大家追的是什麼 帶大家追蹤的是 記憶體 我剛給大家看什麼 大家記得嗎 低潤報價 漲成這樣低潤報價 目前華邦店還有沒有漲 沒漲 但是外資今天回補了 5000多張 5426 投信前面買的 這裡都沒有再出 因為投信也知道後面會拉 這個價格不合理 投信也知道這裡也不出 對不對 投信前面買的這裡 也沒有出 所以軍縣牛姐幹嘛 等發散 等電子半導體全部往上攻 他就拉上去了 然後拉上去 還有什麼 旺虹 旺虹沒漲 沒漲 對不對 沒漲 這個地方 投信也在做一些小調節 我再做一些調節 外資也在做一些調節 不過整體來說 旺虹今年很多的法蘭 是估2塊到3塊錢 以3塊錢來看就好了 3塊錢 各位 43塊的股價本益比14倍 14倍 今年的DRAM會在漲價 如果真的有在漲價 法蘭TP要不要往上調 你知道法蘭看到哪裡嗎 旺虹法蘭看到55塊 55代表什麼意思 55代表錢高會過 55代表錢高會過 所以這類型的個股 短線沒漲 各位 每一漲跟你講 每一漲跟大家報告 我認為這才是價值 不是漲上去叫大家去追 我認為那就有點危險了 但我想要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報告的是 DRAM的價格真的在漲 我是真的在漲 股價還沒有動 會不會是一個機會 給你做參考 給你做參考 好 那再來還有什麼 封測的部分 南茂 有沒有 慢慢開始拉了 對 那個 DRAM的封測 南茂 歷程 有沒有 慢慢開始往上拉了 外資都 外資投心都在買 這當然一定 因為今年業績會好 8110的什麼 華東 華東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小路外資好像在做調節 對 但是如果你把特定的阻力分點 就這樣拉進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有人 一直在這個平台 一直吃貨 一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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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個位置 今天盤中 我記得有拉上來 是不是 我看到盤中 對盤中大概漲4%吧 我漲4% 他目前我的規劃 我認為啦 這種個股就虛現震盪盤 就跟剛才那個彩晶一樣 虛現震盪盤而已 還有南茂 剛才講南茂 南茂我也認為是這個地方 慢慢往上轉強了 要往上挑戰 剛才講到的歷程也是一樣 虛現震盪慢慢要轉強 這類型的個股 我認為 我認為都是在沒漲的時候 跟大家報告 這類型的個股 我認為都是會往上漲的 因為他們什麼 記憶體只要好 封測就一定會好 封測就一定會好 所以我倒是認為 歷程啊 南茂 還有剛才講那個什麼 滑動的部分 一樣 留意 留意 這類型的個股短線沒漲 後續是會漲的機會比較高 我的觀點 給大家做驗證 我們昨天跟 我們的帶領我們學員們 去布局一檔小買 我們小買一檔先的個股 這檔新的個股是傳產的個股 這檔個股呢 外資投信 小路剛剛稍微view了一下 外資投信 今天還是站在買方 昨天也站在買方 其實把人籌碼吸了一大堆了 那檔股票 價格不貴 價格不貴 可是今年EPS 它是百元以內的股票 50塊以內的股票 各位50塊以內的股票 法人僱今年可以賺6塊5 樂觀的可以看到10塊 你覺得這樣的個股會不會走強 有沒有機會 我認為這樣的個股就是有機會 所以我昨天才會帶你學員們 進場做小買 那今天呢 今天沒漲 沒漲 可是外資投信還在買 這類型的個股洗一洗 我都是認為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那當然最近我們沒有在做一個 比較積極的動作 那當然最近我們的個股也比較沒有表現 這地方還是要跟我們學員們說聲抱歉 那還是一樣 我們看好 堅定的看好 有價值的個股 或許轉線沒有動 但我相信時間會給予我們公道 股票的價值會給我們一個公道 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今天影片內容就跟各位投資網友分享到的地方 那祝福各位投資朋友們 明天操作順利囉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